全油管最快新闻 习近平总书记与民众共度农历新年 体验传统年俗文化 总书记参加各地年俗活动 包括冬季纳达木贴符字 敲瓦足柱浮木鼓等 总书记与牧民们一起关摔跤赏 赏马欣赏歌舞 与村民共同制作传统美食 通过深入了解民俗活动 总书记向民众表达 对他们的关怀和祝福 总书记还强调要加强民族团结 促进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 他一直以来都以民众安康幸福为己任 在乡村民宅总书记与基层干部 群众亲切交流 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并亲自给他们的贴符字 总书记的深入调研和关怀举措 得到了社区百姓的一致好评和喜爱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